- 當班代的部署 - 被我當班代的部署 - 喔你是班代? - 一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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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 可以嗎? - 欸 有人在看我 - 還是太光 - 嗨 -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莉 - 今天我要來和大家分享的是 - 交換學生到底要花多少錢 - 到底是不值得去申請 - 雖然我以前也當過交換學生 - 但是已經在2015太久了 - 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 所以今天呢我邀請Kevin - 一起來跟我分享一下交換學生的過程 - 他是去年剛從烏特列茲大學交換回來的 - 所以我相信他的分享會更加的新鮮 - 所以Kevin可以先請你介紹一下自己嗎? - 哈囉各位我是Kevin - 然後我是雲克的國際學生 - 然後我就讀在國館學程 - 然後我來自印尼 - 所以今年我是23歲 - 然後這個時端就是我最後一個學期 - 在台灣 - 好 - 那我想要問Kevin的第一個問題 - 就是為什麼你想要到荷蘭去當交換學生? - 第一個的部分 - 因為我朋友大部分都在荷蘭 - 所以我可以問他們的有一些生活的關係啊 - 然後我可以去很多的地方 - 第二個的部分 - 就是因為我之前的國中的校長 - 他是荷蘭碩士畢業 - 所以他之前我在學校的時候 - 他很多分享給我荷蘭的事情 - 對 - 然後我學校也是很多荷蘭的客人 - 來學校 - 所以有影響一點 - 就是雲克本身也有很多荷蘭的交換學生 - 之前有 - 對 - 所以我們會有機會去認識到很多荷蘭人 - 對 - 好 - 那再來的話呢 - 就是你覺得在荷蘭的讀書方式 - 跟在台灣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 我覺得就是在荷蘭的部分很快 - 就是他每個學期有兩個條例 - 就是一個條例是十週 - 然後就是最後兩週就是你要 - 然後就是算期末考這樣 - 對 - 因為在台灣的話 - 我們通常已經非常習慣就是十八週一個學期 - 對 - 所以我們就是會有期中還有期末 - 然後考試的話就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 因為分了兩次 - 可是像在德國也是 - 就是期末一次定生時 -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很緊張對於考試的時候 -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比較公平 - 就是如果你期中考很低的 - 很爛 - 對 很爛的話 - 然後你期末很高就你可以過 - 但是在那邊的話就是 - 就是你一直沒有過 - 就是你下個程度你要重考這樣 - 你要開保民那個考試 - 就是在台灣我們還有補救的機會 - 對有補救 - 在德國或是荷蘭的話 - 你就是沒關係重考就好 - 對 - 對 - 好 - 再來的話呢 - 我想要問的就是 - 有關於在荷蘭生活的部分 - 就是我相信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 交換學生到底要花多少錢 - 那以荷蘭的話來講 - 我們先講一下就是 - Kevin 的交通費用好了 - 好 - 所以交通的部分 - 因為我自己找在網路上 - 然後我剛好看到就是 - 對國際人士的打車 - 打车 - 對 - 就是你搭火車會有40%的打车 - 對 - 那這樣子總總統就是 - 一個月大概要花多少的交通費 - 在荷蘭這個國家裡面 - 呃 människor school suburbs - 如果我是國內的話 - 大概巴士到一百塊 - 那個是包含巴士跟火車 - 火車 - 再來的話我相信住宿的部分 - 大家也會非常的好奇 - 那你住宿的話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 大概那個時候找到最便宜 - 三百百十八塊歐元 - 三百十八塊歐元 - 對 然後你是住雙人房對不對? 雙人房,對 好,所以是318塊 你如果是自己住的話 你一個月大概要花多少錢? 我大概都花差不多80塊到100塊 那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就是網路的費用 就是你手機的網路費用 你是買prepaid card,對吧? 對 那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我那個時候10塊到25塊 因為荷蘭、歐洲的國家就是 他們網路超貴 對,有一點貴 然後就是要數量 所以你要剛好你要算一算你的數量 你要用的流量有多少? 對 因為我本人就是超喜歡用吃到飽 然後我到荷蘭的時候我要想好 喔,如果我要去外面的話 不要用那麼多 大概我買5GB還是7GB就好了 就是你不可以隨時隨地在那邊 滑Instagram、滑Facebook 這個都不可以在外面走的 對 所以在荷蘭的花費一個月大概就是800塊 到900塊左右 左右 對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想一下就是 去交換的話 你一定就是會很想要去歐洲其他國家玩 那你大概玩了哪些國家? 第一個我去比利斯 然後第二個我去穆尼黑 因為我去穆尼黑有高中的朋友 然後第三我去西班牙 我超級喜歡西班牙 我想要去 然後最後最後大概兩週前我要回台灣 我去波蘭 去波蘭 對 好,那你這樣子去四個地方的花費大概全部加起來多少錢? 這個 這個預算包含飛機 交通 交通跟住宿 大概500塊到750 對 所以其實 Cavin他已經算是用很便宜的方式 對 在玩歐洲了 所以...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我要來問一下Cavin就是 你在荷蘭有沒有發生什麼趣事? 就是... 欸... 我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 我大概第二週的時候 因為荷蘭的天氣就是... 不一定很正確這樣 就是有時候馬上... 就是上一秒在晴天 下一秒在夏日 就是... 三個小時在早上的時候很熱嘛 然後就... 午餐過後就開始下大雨 跟台灣的颱風一樣 然後... 到隔天還是一樣的 嗯哼 對,就是... 啊... 所以這就是... 荷蘭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對 然後就是你... 就是手機是不是有那個天氣的那個調查吧 然後你不要... 相信那個... 真的他們的調查 因為有時候真的騙人 對 然後再來的話我要問的就是 你在住宿的時候 就是你的室友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嗎? 比方說我之前剛到德國的時候 我最不習慣的室友的部分是 他們都不洗碗 哦...這個我也是得到 就是他們會... 假設今天吃完晚餐 然後他們不會馬上把它洗起來 那他們就會把它放在水槽裡面泡水 然後... 到下一餐他要吃飯的時候才去洗 所以這是我最困擾的地方 你有嗎? 我那個時候得到跟妳一樣 然後... 就是說他們平常吃午餐還是晚餐的時候 然後各天再洗碗這樣 然後... 他們看我過後每次都洗嘛 所以他們習慣就洗...洗碗這樣 所以就是在住宿的部分的話 其實習慣上面煮飯啊 然後洗碗啊 跟一些生活作家都會有所不同 然後最後一個 你要拿東西... 你要取貨的時候 就是你有東西 還是你訂餐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帶鑰匙 因為我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我跟我室友 芬蘭的室友 就是買東西 我們訂餐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出去嘛 但是我們兩位就是都忘記帶鑰匙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是開始要洗啊 那後來怎麼辦? 後來就是感覺... 等另外一個室友回來嗎? 沒有! 因為我兩個室友都提早回去 就是在門口裡面就是... 在門口外面就是卡住 沒辦法進去 然後... 等多久? 大概... 三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第一個的時候 就是打電話警察局幫忙 然後我剛好第二個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在荷蘭的宿舍 他們有那個管理人員 你可以打電話 然後那個剛好就是 另外一個隔壁的人 室友 室友 對,就是提供那個電話給我們 然後我們... 所以像是那個管理人員會的人 就會來幫你們開門 對,但是... 但是如果你是晚上的話 他不會來 他是... 他只有辦公室時間的時候 才會幫我去幫你 對 所以剛好那個是十點半還是五點 我們等他... 他就來了 得救了 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進去 而且我覺得不然的話 你可能要請鎖匠來幫你開門的話 應該要花錢的 一百塊歐元 一百塊歐元 對 所以呢如果... 對,Kevin講得很好 你在外面的話 你就是通常只會有一把鑰匙 你沒有辦法去打第二把 不要帶... 你沒有...你忘記帶手機還好 你帶鑰匙比較重要的 對,鑰匙一定要帶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在荷蘭的話 騎了很多腳踏車 所以你覺得 最大的差別就是 身體啊 有沒有比較健康 就是因為... 我覺得在荷蘭的時候 比較健康 因為我五個月去叫花 我省數公斤 所以我每天都走路 然後騎腳踏車 我很少搭巴士 因為搭巴士真的超貴 就是從我宿舍到火車站 大概四塊歐元 對,所以在... 其實在... 不管在荷蘭還是在德國吧 我覺得你在走路啊 還有騎腳踏車的機會 就會變很多 對 因為沒有摩托車這個東西 在台灣的話 我們就會非常依賴摩托車 而且就是很熱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只能騎摩托車 對 所以你就瘦了15公斤 對 好,所以就是Kevin減肥的秘訣 講了很多 我想要做一個ending 就是跟Kevin問說 你覺得呢 在交換學生之後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之前沒有去過歐洲的國家 我只有見面荷蘭人 其他的我的朋友 交換學生 交換的學生 然後我感覺就是他們的想法很開放這樣 就是說 你不用害怕要講什麼事情 就是你要講直接也是沒關係 對他們的話 因為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講很正確的事情 他們也沒辦法幫你 對對對 就是你想要什麼 你要直接表達出來 對 因為在台灣或是在亞洲來講 我們可能會不好意思講出自己的想法 對對對 所以我們會拐彎末道的去表達 對 可是他們喜歡的是直接的方式去你表達你的想法 對呀 就是說你有事情講出來 就讓你放鬆 對 他們很樂意會接受這樣 就是因為這樣也可以解決事情 對 對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很 就是讓你自己獨立 就是說 你們要夾人 你們有誰會幫你 對 然後你就要處理好 然後就是在歐洲的時候 因為我是來印尼 所以差不多就是說 他們的規則 語言的部分 就很像這樣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剛好荷蘭人對我們的國家就是 有殖民 有殖民 然後有保護我們這樣 嗯哼 所以 像Kevin他有跟我分享 就是在荷蘭斯的商品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字 其實是在印尼裡面也會出現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你就會很有親切感的感覺 其實說他們寫打折啊 還是寫什麼 結帳處之類 就很想跟我懂 很像跟印尼文很想 對很想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想要再問Kevin一個問題就是 嗯 如果你有學弟妹也要去交換的話 嗯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意見 我覺得就是第一個的話 你要準備語言 因為 對 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了 不管你的英文好不好的話 就是 你要慢慢學 因為真的 你沒有講他們的當地的語言的話 嗯 你一定要必須要講英文 然後第二個的話 然後我覺得你想的去的國家 你先調查 還是你先問你的朋友 還是其他人有去過的 因為你沒有去過的國家 你當然當然 你一定會感覺 陌生 陌生這樣 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我剛好去荷蘭的時候 剛好我有之前的校長 然後他的朋友都幫助我這樣 就解釋 這個你要做什麼事情等等 處理好怎麼樣 對 因為真的在澳洲的時候就是 你會非常 就只有一個人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 在出發之前 你先去調查好說 這個國家 你是不是感興趣啊 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朋友在那邊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相信大家應該 對荷蘭有一點點 更多的了解了 那今天謝謝Kevin 來我的頻道 分享他交換學生的故事 就這樣 掰掰